无框思维到底有多重要 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例子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这样一位博主 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物理老师给了他们全班同学一项挑战 这个挑战的内容就是 用一张纸制作出任何形状的纸飞机 唯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 让他能够飞得尽可能的远 他一听心里面就开始窃喜了 因为恰好他的一个爱好就是折纸飞机了 所以知道怎么才能折出一架好的飞机出来 心里面就很有信心了 觉得自己赢定了 果然他折的这架纸飞机的确很厉害 飞得也的确是很远 好 但这个时候陈咬金出来了 另一个同学走了出来 随意的就从桌上拿起来一张纸 然后大步的卖到了起跑线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做了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 双手一用力将那张扁平纸揉成了一团 接着用力扔了出去 毫无疑问 他轻松就击败了全班同学 有的人就不干了 说他这明明就是在作弊嘛 但物理老师说 没有啊 我看不出来他在作弊啊 因为我出题的时候就在说了 他可以是任何形状 球形 谁说他不是一个形状呢 所以他就是赢了 你看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确就是会被一些固有的概念 框在里面嘛 谁说飞机就要长成飞机等模样呢 好 听完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感想 留言区里面讨论一下呗 都不得了 对